日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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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來聊聊日本刀第二集 那麼上一集啊 介紹了使用了日本刀的族群 武士以及日本刀的一些 简史那麼今天呢 我們來聊聊哪些日本名刀 值得我們認識呢 那如果沒看到上一集的朋友記得可以先去 點上一集來看看 接下來我要給各位介紹一些 真實存在過的日本名刀 及背後故事 太刀童子切鞍鋼 童子切啊是刀鞍鋼 鞍鋼呢是鞍 也就是刀匠的名稱或弱款 那大家呢只習慣講童子切 為平安時代刀匠 住在博社國 大元鞍鋼所製造 為日本天下五劍之一 傳說啊原來光就是使用這把刀 砍殺日本著名大妖怪 丹波國上的大江山九吞童子 不是會常常話嗎 這個故事啊被稱為童子退治 因此這把刀便得名童子切 這把刀多強呢 傳聞啊 傳聞 傳聞直到江戶時代 已經隔了七百年之久 有一次這把刀呢 被拿來測試它的鋒利度還剩多少 於是呢找來了六個死刑犯的屍體 然後呢把它們疊在一起 再一刀斬下 沒想到呢直接展開六具屍體 直到刀刃碰到地板為止 當然這只是野史 只是這把刀還真實存在喔 被收藏在現在的國立東京博物館 再來這一把很有名的 時常出現在遊戲動漫裡的場景 太刀三日月中進 為日本天下五劍之一 三日月是任文也有一說是地名 中進是刀匠名 這把刀因為擁有漂亮的彎曲弧度 同時也被認為是日本最美的刀 為四丁時代足利一家代代相傳的名刀 這把刀目前記載的實戰 是十三代四丁幕府將軍足利一輝 曾經在戰場上拿這把刀暫死 之後呢又落入了封城秀吉 德川家康 直到現在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 太刀鬼玩國鋼 國鋼是京都出生的刀匠 這把刀原本就只有叫國鋼 後來鬼玩國鋼的原因是因為 當時連倉實在的大名北條施政 時常做惡夢夢到被鬼折磨 有一次夢到一個名字叫太刀國鋼的老人 說自己因為被骯髒的人握過 所以全身都是鏽 無法從刀鞘中拔除 希望呢實政呢能替他鎮除惡人 便能消除鏽 實政啊便把國鋼拿出來的好好擦拭一番 有一天那把刀突然倒向火盆口 火盆口的刁飾就是一個鬼頭 順勢呢居然就把這個鬼頭呢給敲斷了 從此實政就沒有再做相同的惡夢 於是呢這把刀便取名鬼丸 鬼丸國鋼 目前呢也在日本皇室收藏的手中 是日本天下五劍之一 太刀大典太光勢 為平安時代末期 祖後國刀將三匙點太光勢所斷照 同為日本天下五劍之一的大點太光勢 原為四滴幕府逐立一家代代相傳 滅亡後落入封城秀吉手中 大名錢田立家的女兒傳聞體弱多病 因為被妖狐產生 秀吉呢為了作為祝福呢 將這把刀賜給了錢田立家 這把刀呢就放在了他女兒床邊 竟然就痊癒了驅趕了妖狐 直到江戶時代 這把刀也曾被拿來做測試鋒利度 一次呢斬斷了兩個屍體的頭顱 直到第三個才停下 這把刀目前存放在錢田家的後代 所創立的集經會裡 第五把太刀 屬豬丸橫刺 一樣同為天下五劍之一 連倉時代後鳥與上皇 命刀將橫刺所斷照 殺送給佛教日蓮中創始人日蓮的護持刀 因為日蓮會把佛珠掛在刀上 所以得名屬豬丸 這把刀曾在江戶時代失蹤過 後來又在日本拍賣會上被拍賣出來 被日本一位宮內庭的人員標下 目前存放在日本日蓮中的總本山 岩山九遠市 以上都是日本的天下五劍 接下來呢也是有名的刀 連倉時代的貝錢國有成 貝錢國是今天的岡山縣與兵庫縣的一部分 刀將就叫有成 同樣擁有非常漂亮的弧度與韌紋 為日本重要文化財之一 這把刀曾經十多年前 竟然也出現在拍賣會場上 聽說喊到一億多日幣 後來怎樣我也不知道了 再來這一把也很有名 太刀貝錢長傳駐長光座 通常只說貝錢長傳太刀 那為什麼有名呢 因為它是日本戰國名將 卓卓木小次郎的配刀 目前收藏在日本皇室手裡 順便說一下貝錢國長傳還有非常多把 還有貝錢國長傳秀光聖經等等 貝錢國是地名 長傳呢是他們這個刀將門派或刀將一族的姓 第八把也很有名 而且是一把斜拆 長征謎虎測 由江戶時代一位名叫虎測刀將 在他年過半百的時候所打造出來的 只因為他想要打造一把既鋒利 又有漂亮刀身的刀 傳聞虎測鋒利到輕輕一揮 就能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江戶時代 刀劍瓶劍家三田淺右衛門 所發表的《懷寶劍詞》中 評價各類刀的等級 其中長征謎虎測被評為最高等級的刀 而真正讓這把刀在江戶上 打出名號的原因 是因為這把刀成是木木為新的新選主主長 敬騰勇的配刀 後來因為新選主沒落了 這把刀也消失了 當然也有人認為敬騰勇拿的也不是真正的虎測 只是與他同時代的仿製品而已 第九把太刀也一樣很有名 局一文治澤宗 也是出自蓮昌時代 候鳥與上皇 被錢國刀將一文治澤宗所鍛造 因為是為天皇所造 所以這把刀並不是拿來打仗的 只是照來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刀 刀刃呢極長又輕 並不適合用作戰鬥 一直以來都是被皇室供奉收藏 所以漫畫小說 說這是新選主第一隊隊長 沖田總司的配刀 怎麼想都是不可能的 下一把打刀 入奧手即行 刀名就是刀將的名字 傳聞是日本英雄版本龍馬的愛刀 據說他遇刺時就帶著這把刀 死後這把刀就交由龍馬一家人保管 後來因為招逢大火 這把刀嚴重受損 目前收藏在京都國立博物館 最後來說一下大家也耳熟能詳的 妖刀村正 嚴格說起來 妖刀村正不是某一把刀 他一樣也是一個系列吧 有點像是村正是這個品牌所打造的刀 就跟前面提到過的貝乾國長傳系列 或者是著名的和拳手堅定 是個品牌是個系列 村正這個刀將一組 從四丁時代到江戶初期 都不斷打造刀劍代代相傳 而且他們不光打造刀也造槍各類武器 那只要品質不錯 他們就會刻上刀名 村正 村正系列的刀有多鋒利呢 傳聞古代日本相魔國 著名刀將鋼琦五郎 要將自己的名號傳給弟子 他手下有兩名弟子特別優秀 一位叫真宗 一位就叫村正 兩個人要來比比到底誰的刀更鋒利 於是他們各自打造一把刀 然後插進河流裡 鋼琦五郎丟了幾根稻草下去 緩緩的流過了真宗的刀 稻草沒有被切斷 流過村正的刀 稻草直接被切斷 最後繼承的竟然是真宗 因為鋼琦五郎認為 刀應該是護國護身用的 而不是砍殺的工具 認為村正的刀太過鋒芒 殺氣過重 於是村正就傻了 認為這老師的理念太過虛偽 就離開了並創立了自己的鑄刀門派 村正 那麼 村正被冠上妖刀這一名是怎麼來的呢 關於妖刀村正的故事非常多 我先講講幾個比較出名的 首先傳聞德川家康的主婦 松平清康 就是被名為一把千子村正的妖刀所砍傷 由右肩斬至左腹 然後他的爸爸松平廣仲 也是死於村正系列刀 而且是被身邊的家承模反 連德川家康他自己 在與封城家打最後的官員合戰的時候 手指也被村正系列刀給砍傷 那後來德川家康統一了日本 並改朝換代迎來了江戶時代 他就下令村正一組禁止再打造刀劍 也命令所有武士不得佩戴村正系列刀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一家三代 都被村正系列刀給砍殺或砍傷 所以認為村正的刀對他們來講是一種詛咒 所以才頒布上面種種正義 也因為這樣刀將一組村正消失在歷史上 並被冠上妖刀一詞 但是民間依然有人偷藏村正系列刀 把刀名改成正宗或是什麼其他名字 偷偷佩戴 而且據考證為什麼德川家的人 一直被村正系列刀給砍傷 並不是什麼迷信的詛咒 只是因為村正一組 身在伊士地區 與德川家康他們家的發源地三合國很近 他們那一代的刀將就只有村正他們 所以剛好他們的對手也只有村正的刀 比較好入手 因為村正是當地唯一一家 大家都去找他 其他地方的刀太遠了 所以德川家他們一直被村正的刀給砍傷 其實真的只是因為附近只有村正一組的刀 大家比較好入手 這個巧合而已 當然古代的人迷信 妖刀村正後來又被許多人開始加油添醋 什麼有五四八瘋在民間亂砍殺 正是因為拿了妖刀村正 還有說妖刀村正砍完人之後 會有水洗去刀刃上的血等等等等 總之妖刀村正就這樣開始不斷的被污名化 還有兩把鼓爛成分很高的刀 當然都是受到傳說動漫電影日本媒體的影響 第一把就是日本的三神器之一 石拳劍或叫天叢雲劍 傳聞是日本皇室代代相傳的三大神器之一 神話虛左自然斬殺八旗大蛇的配件 只是到底真的有沒有這把劍 我跟你們說可能真的有 包含另外兩大神器 八尺瓊勾玉跟八尺鏡應該也真的有 但是他們被誇大了 根本沒有那麼偉大神器 據考證這所謂的三大神器 不過是從古代中國傳過去日本的 大家想想嘛 劍勾玉勁這是什麼 不過就是中國自古民間道教在做法用的器具而已 古代日本人還沒有什麼文化的時候 看到這些東西都給他們當作寶獻給天皇 看到當作神器給他供奉起來 天皇看到哇這是上國來的器具 乾脆給他封為三大神器 但其實這就是中國民間隨處可見的東西而已 對就是這麼搞笑 最後啊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有更詳盡的認識 我會貼一些其他相關的影片和書籍網址在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呢可以去看看自己找來研究